大家好,我是小杨,快过年了,也不能每天大鱼大肉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泡萝卜条,酸脆又爽口,将火醋消化。 准备一个大萝卜,冬天的萝卜经过双打生吃都特别的甜,这是我刚从隔壁老王家拿来的萝卜,你看出哪里不一样了吗? 用刮皮器刮掉萝卜皮,这样做出来的萝卜会好看一点。 可以看到自家种的萝卜,它的肉质比较紧致,洗干净之后,先把它用刀切成长断,大约5厘米就可以了,再从旁边切一刀,这样可以固定板,切的时候就不会滚动了。 先将它切成1厘米左右的片,然后再把它切成1厘米宽的长条,切好之后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。 往萝卜里面撒上一大勺盐,用筷子搅匀,腌30分钟,杀出水分,去除辛辣味。 接下来,我们将小米辣切成圈,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,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,再准备几个蒜子切片,切好也装入碗里面备用。 锅中加入清水300克,白醋拌平,再加50克白糖,开大火将其煮开。 煮开后,关火自然放凉。 这个时候的萝卜我们已经腌好了,用流动的清水将萝卜清洗干净,把萝卜里面的盐水全部洗出来。 直到水变得清澈。 然后控干里面的水分。 倒入小米辣蒜片。 用手抓拌均匀,再腌制10分钟。 然后将萝卜放在一个瓶子当中。 这个时候的醋水已经放凉了,将醋水倒到瓶中,盖上盖子。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寒冷,放在常温下腌制一天就可以吃了。 这样做出来的萝卜调酸辣爽口,饭前来一点,特别的开胃。 想吃的时候只要加出来就可以。 特别的好吃,喜欢的朋友可以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你可以多做一点过年来课的时候,端给客人吃,都会夸你做得好。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关注留言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